欢迎来到白美老鹏 今天是2021年的9月4号 加拿大蒙特利亚 今天的话题是 今秋9月要小心 最多到9月下旬呢 这里就要进入双冻期了 我们一月时间种菜 最可能犯了错误 就是由于工作繁忙 而忘记了及时摘取 菜地里的各种果实 这个新鲜的长豆角姜豆 它颜色比较深 它比较细长 颜色变浅变粗就老了 这个长豆角生长迅速 一定要记得反复的摘取 剪豆角的时候要小心 这个豆角头部 一般另外还有一个花蕾 尽量保留上面的花蕾 以利于提高长豆角的产量 眉豆我们经常忘记即使拆取 这个外表颜色变深 这个豆子外凸就老了 新鲜 眉豆这个外表平滑 不外凸 颜色比较浅 这些四级豆的豆子已经外凸 实际很老了 难吃了 这是比较新鲜的 扁四级豆 外表平整 这些扁四级豆也老到无法使用了 只好做种子 表面光滑柔软 这个颜色深了 就代表这个茄子很新鲜 颜色变浅变黄变硬了 就老了 口味下降的很厉害 新鲜的中国茄子光滑 颜色深 头部出现白圈 颜色变浅就开始老了 台湾这个无林肉丝瓜 味道很鲜美的 这个丝瓜的成熟期 只有12天左右 成熟期过以后 它就会很快地变老 纤维化 所以丝瓜一定要及时摘取 这是我们昨天摘取的 这个部分茄子 大部分都老了 很遗憾 就是因为我们上班太忙 不记得了 我们昨天上班前 这个匆忙采出的部分 这个扁四级豆 梅豆和这个长豆角姜豆 已经变白了 这个纸已经鼓起来了 这个是比较老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开始一点变白 还刚好可以 还可以 比较新鲜 这个都是绿色的 是比较好的 开始变白就变老了 那这变白已经比较多了 我把它切的看一下 很硬了 你看 这个纸都快 快成熟了 但这个皮很硬 皮它就纤维化了 纤维化了 就不好吃了 没办法吃 没办法吃 然后你看这个 这个还可以 刚好还可以 这还行 肚子还没完全熟 没完全熟 像这样子 这还可以 还可以吃 这还可以 这还刚好吃 这还刚好吃 是刚好的 对 刚好吃 粗大颜色浅呢 就是老姜豆 切开 切开看看 这个里面的豆子已经很大 很深 这个皮已经部分纤维化 只能用来做汤匙 这也很好 这个刚好 它还没有变颜色 刚好有点颜色 这个豆子很深 这个浅 这个更好 像这样子更好 它那个豆子还没有 豆子已经没形成 没有黄泳形成 这个全身肉 对 全身肉 是刚好吃的 这也是 一定要豆子 里面豆子不形成的时候好吃 这个颜色 这个生的这个茄子 一般都很新鲜 这里面纸就很少 是啊 这个很嫩 非常新鲜 纸没有成熟的话 好吃 颜色浅的茄子 一般都很老了 我们把它切开 这很老 调皮好硬 你看 这个就有很多纸了 这个纸就很深 这个就老了 你看 这个就老了 这个就味道差很远了 你看 这个丝瓜漏栽了 所以就变成很老了 我们看看 你们拿什么样子 我也不能吃了 肯定不能吃了 里面都 严重轻微化了 嗯 所以丝瓜可以做整了 然后这里面 更老一点 可以做那个丝瓜 嗯 硬了 这里面说也能轻微化了 嗯 这个大概是三个礼拜 所以牛不摘 它就变成这样了 你看 周围都这样子 这样子 这个纸还没有防圈老 但是已经无法兴了 但是就不领神移 不领神移 嗯 所以丝瓜一般 一般是12天左右摘 是最好的 嗯 你看 红皮土豆树叶变黄枯萎的时候 就要马上摘取 美味可口的这个有机红皮土豆 非常容易种植 大家都来种吧 与超市买的味道绝对不一样 现在这个枝头上挂满了这个成熟的西红柿 特别是这个碰地面的也要赶快摘取 这就是因为长期碰地面而烂掉的西红柿 这是碰地面被动物咬坏的西红柿 如果站不赶快行动的话 我们不吃动物会帮我们吃的 西红柿熟透了会容易开裂 这一个枝头上有多少接纳 这个讲是沉得不沉得的 太沉了 对 太好了 一定要把它摘掉 哦 你看 还得捡一次 三个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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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早上上班前呢 抓紧采收了一部分这个西红柿 这些都是熟透了的 如果再不摘取后就非常严重 那么这么多西红柿吃不完咋办呢 哎 别慌 下一集我们将展示自制西红柿这样的过程 欢迎大家收看 这是这个超市里买的西红柿啊 看中间地方 它就白点 是浅色的 它中间是浅的 它并没有玩一个并红 你看 这浅还有白色的地方 这看 这看 自己家里送的啊 你看 就不一样吧 你看 比较比较 比较比较 你看 你看我们在这个树上面自然变红 自然变红之后再摘取的 你看这里面全是红的 看没有 没有白点 你看 都是红的 你看都红的 你看 如果是买的话 就这样子 买了新了 它又明显白点 白斑了 我们叫白新啊 这说明什么呢 说明就是我们这个自然变红再取的 是在树上自然变红的 说明在超市买的 是没有成熟前就提前摘取的 所以啊 它有淡淡的酸味 树上自然变红以后再摘取的 味道鲜美 还有淡淡的甜味 所以啊 大家在菜里面多种多种有机西红柿吧 苦瓜 一旦在树上开始变红啊 就基本上无法使用 我们一定要记得及时摘取苦瓜 总而言之 在短暂的这个金秋时间 我们上班人呢 一定要记得及时摘取菜地里的各种果实啊 谢谢收看 欢迎按右下角的订阅小铃铛 点赞 下期见